知道的正义算正义吗 而且还是无法挽回的那种 今天 三哥给大家带来的便是一起彻彻底底的冤案 即便凶手 如今已经被抓捕 然而 被冤枉的人却在短短61天内就执行了死刑 而这便是轰动整个呼和浩特市的呼格案 事情发生在1996年4月9日的一个晚上 案发当天 呼格和同事 颜峰一同出去吃晚饭顺便喝了点酒 然而在回去的路上 呼格怕被同事闻到身上的酒味 便提出去买两块口香糖 稀释一下嘴里的味道 颜峰觉得呼格说的有道理 便在路边等呼格 可等了半天 却迟迟不见呼格归来 担心呼格是不是出事了的他 便准备去寻找 然而刚准备找 就看见呼格惊慌失措的叫喊着自己 颜峰见此便打去道 怎么个事 难道大晚上还有女鬼来抓你了 只见呼格立马严肃的对颜峰说道 自己刚刚在厕所里 好像听见女人的呼救声 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 听到这 两人意识到不对 连忙一同赶往了出事地 由于公厕位置又比较偏僻 晚上也没有什么灯照亮 颜峰觉得近女厕不合适 但呼格坚定里面肯定出事了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这一举动 却将他推进了万丈深渊 随后两人便掏出打火机 接着火机的一点微光 缓慢地走进了女厕所 厕所里的气氛十分诡异 两人也是有些害怕 突然呼格看到厕所的尽头 好像有个东西 但两人走近一看 立刻吓得魂魄散飞 因为厕所坑里居然有一个半裸的女人 而此时的女人正已在墙边 呼格便壮着胆子 走上前用手探了探他的鼻息 然而 此时的女人却已经没有了呼吸 见此两人也是被吓得赶忙 跑出了厕所 接着呼格便说要去派出所报案 而颜峰便先行回了场去 恰好副局长冯志明 便接到了呼格的报警 听到有命案 他立即安排侦察员赶赴现场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 初步分析死者是被人先奸后杀 勃梗上有明显的勒狠 由于当时处于严打时机 这场案件如果不能尽快侦破 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恶劣影响 随即冯志明赶忙向上级通报此事 上级得知此事命令 冯志明成立专案组迅速侦破此案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冯志明觉得 发现案件现场的两人有很大嫌疑 于是他便觉得 从呼格和颜峰两人进行调查 但由于颜峰当时已经回到场局 所以他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于是冯志明将目光放在了18岁的呼格身上 毕竟一个男人怎么能随便进到女厕所里 随后他便将呼格控制起来 进行了大记忆恢复术 然而此时的呼格却猛了个大逼 自己只是好心报了个案 怎么还成了嫌疑人呢 而此时的冯志明由于上级 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 于是便心生一计 那就是作假证 维斯尽快破案 面对呼格的深渊 冯志明视若无睹 因为他已经在呼格身上发现了所谓的证据 那就是在呼格的手指甲缝里 发现死者的血液 并经过他的对比和死者完全吻合 然而呼格却拒不认罪 声称自己当时可能是探死者呼吸的时候 不小心沾上的 但其实死者身上根本就没有伤口 接着他便对呼格多次进行大记恢复术 又对呼格说 其实受害人并没有死 并以此劝说他写下认罪书 这样他很快就能出去了 然而年轻的呼格哪能知道冯志明的老奸巨华 无奈之下呼格只好认罪 就这样短短61天 呼格就因流氓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处以死刑 当时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还纷纷拍手称快 感谢冯志明为他们除掉了一个潜在的社会毒瘤 而呼格被处以死刑后 呼格的父母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子 根本不会做这样出生不如的事 然而因为这事 呼格的一家人却被当地人唾骂 呼格的哥哥也因这事被强迫退了血 但即便如此 呼格的父母始终相信自己的儿子是清白的 他们多次想要找到冯志明讨要说法 可是依旧没有任何答复 就在老两口濒临绝望之时 呼格案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事业中 在2005年 一桩连环抢劫杀人案 再次震惊了全国 而此次的犯罪嫌疑人赵志宏 有着微笑杀人狂之称 他十分狡猾难产 警方与他周旋了十年 才将他成功抓捕 被抓后的赵志宏 却出人意料地配合警方 或许是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 并开始将他这十多年的犯罪经历依稀数 然而令警方也没想到 赵志宏逃亡的十年间居然作案21起 并兼杀了9名女性 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 让在场的警察都震惊不已 然而 当赵志宏缓缓说出自己犯下的第一桩案件时 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 他说自己才是呼格案厕所女士的凶手 听到这 当年一些参与呼格案的刑警 却难以置信地问道 怎么可能 凶手当年明明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呀 然而赵志宏却说 自己没必要把不属于自己的罪揽在身上 而且那是他犯下的第一桩案子 自己肯定不会记错 随后在赵志宏的带领下 警方跟随着赵志宏来到了当年呼格案的现场 只见赵志宏轻车熟路地来到那个女厕所 还陈述了一遍自己的犯罪经过 而面对刑警们的提问 他更是对答如流 到这时 警察们傻眼了 其实当年也有人觉得呼格的犯罪证据并不充分 他的证词颠三倒四 前后矛盾 并且和阎峰的证词也有多处分歧 由于当年科技手段并不发达 也无法进行DNA检测 最关键的是 整个案件中最重要的证据罪犯体验 并没有和呼格匹配上 所以整个案件可谓是疑点重重 要是当年真的杀错人了 那可怎么办 与此同时 比他们更慌张的人是冯志明 冯志明没有想到 当年自己做的假案 如今又被翻出来了 如今已经身居高位的他 绝不允许这个案子影响他的升官之路 于是在2006年11月28日的庭审现场 审判长竭力阻止赵志明说出真相 并迅速休停 这下可算将赵志明的嘴捂住了 冯志明长舒了一口气 呼格的父母听说 儿子当年的案子有了反转 心中即将熄灭的希望又燃了起来 他们知道继续找冯志明完全是无用功 于是便前往了北京 直到新华社有一位名为汤记的记者 听说了此事 便连续七年向中央写了五篇内参 可是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当年在赵志明死后 汤记曾经收到一封赵志明亲笔写的长命申请书 他在申请书中明明白白写着4.9女尸案是自己所为 愿意出面澄清为死者讨回公道 汤记知道此事绝对不容小觑 便将申请书登刊发表 多次努力后 汤记收到的回答总是支支吾吾 汤记知道 这其中一定藏着重重保护伞 终于在2014年11月 呼格的父母终于迎来的曙光 那就是内蒙古高级法院 终于决定重审4.9女尸案 一个月后真相大白了 那天早上天空阴沉沉的 呼格的父母早早就等在家门口 等待着真相的到来 看到重审书的那一刻 两位老人顿时泪如雨下 这些年的奔波早已让他们白了发 而如此出乎意料的结果也令人们大跌眼镜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当年人人喊打的罪犯竟然是清白的 而凶手却另有其人 这个案子也引起了上级的主意 作为这桩冤案的第一责任人 冯志明自然难逃调查 可是不查不要紧 这一查竟查出了更多让人震惊的事情 执法组在调查中发现 冯志明的名下竟然有4000多万元的财产 包括多处房产和不计其数的豪车 更可怕的是 竟然在冯志明的家中发现了枪支和大量的子弹 被逮捕后 冯志明拒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但是在证据的威逼下 他也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么多年 冯志明一直借公务之游 在辖区内收取保护费 还多次进行权钱交易 这无疑是对公职人员的抹黑 最终冯志明因犯贪污罪 受贿罪等恕罪并罚 处以重刑18年 而这场冤案终于了结 而罪回祸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忽格却永远定格在了18岁 而他们的家庭也早已支离破碎 好在忽格一家最终获得了205万的巨额赔偿 然而三哥想问的是 迟来的正义 真的能还清一个无辜青年的命吗